怎么着 看小一眼会脏了你叶大公子的眼睛啊 对不对啊 我不知道你是女子 我以为你是那个 顾公子万福 一场误会都是小事 只不过那白骨球是我要紧的东西 请求公子成人之美 把他卖还给我 我一时拿不出钱 但我可以立下自举 可那胡求明明是男子的钥匙 怎么是你的 那是我做给 做给夜山呢 我说你们家丫鬟怎么老往夜府啊 你喜欢夜山 我 顾公子不要胡说 这怎么是胡说呢 我要是胡说 你紧张什么呀 顾公子 我虽然出身不宜珊瑚 但也是清白正经人家的闺秀 顾公子自是富贵颇天 与我有云女之别 又何必这般羞辱 我这可不是羞辱你啊 我 我是诚心地想问你 为什么喜欢你 你 这整个扬州城的闺秀 都想嫁给夜山 我就不明白了 这夜山到底有什么好呢 你就说说嘛 这眼光差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顾公子 是不是不想把胡扯还给我 你要是回来 我给出移子 时间我都给了 顾公子 求你高抬跪手 行吧 你那壶酒 昨日我给别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给别人了 那人呢 那我怎么知道 不就是一件衣裳吗 再买一件 拿着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 傅公子 你不是想知道 叶大公子 比你好在哪儿吗 我告诉你 他做人光明磊落 知书达理 还有 有你这种无赖小人的颤托 不是 你凭什么拿夜山数了我呀 我不会知道 你名声为什么这么坏了 你出身富贵 又浪荡荒唐 像个温神一样 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 我们走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谁是温神 好了 好了 你干吗跟他一般见识啊 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好了 好了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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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我看了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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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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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我重温神了 我给他钱 我还重温神了 我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这个卖部的人家 我是知道的 听说他们家闯妾灭妻 别看他一个敌女 日子过得比人家树女还惨 你呀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我说呢 这么冷的天穿这么淡薄的 做了件白胡球还是给别人的 你不是把那件白胡球 送给小乞丐了吗 洗 我不能 谢谢 可以 洗顿 操好了 文成 您去找一件别的医生 把你回去换回来 你 换回来干吗 还给他呀 他 他喜欢叶世安 还欺负你 你还帮他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一遍也说了嘛 他活得不容易 是吗 语如妹妹 我可不是为难你 我是喜欢你 顾公子 千万胡乱开玩笑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我对你一见钟情再见 倾心今生今世 非情不去 顾公子 你不认识了 今日在夜府的事 我向你道歉 事述无奈之举 无私归众名誉罪事要紧 可即便如此 冒犯公子 重亏是我的不是 您今日已经戏弄了我一回 算是还我了 还请求顾公子 饶过我一次吧 你不说咱们家酒司只要看上你了 不就去投壶自尽吗 是啊 人家现在就向你求亲了 谁不待我啊 玉如妹妹 顾城河就在那儿 快去跳啊 跳啊 你怎么也来这样啊 这样子 你怎么也来这样子 那你怎么也来这样子 你怎么这么一只小朋友 你怎么真是呀 你怎么这么一只小朋友 你怎么这么一只小朋友 太过分了吧 顾公子 一定要逼我跳了这盒才肯搬休吗 跳 跳 跳 要不这样 你就说一句 你也是安氏大混蛋 不如顾九四英俊潇洒 孕妇林峰才算一件人品端正 这事就这么聊吗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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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财思敏捷 人 人品 人品端正 人品端正 大点事 不如你人品端正 行了 走吧 等等 诸位 每个人都拿盒胭脂吧 就当是我送的 谢谢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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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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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子你也进去没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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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瞧不起你九思合格 你要是不拿呢 就是舍不得我花钱 心疼得喜欢我 以后你要是嫁给叶十安 替我好好收拾你 哎 好 谁说这婚事是假的 谁说这婚事是假的 哈哈 拜拜 新郎到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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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前面有太监 小姐 这么多人看着 要是谁跟你好 都会给我们家丢人 放马鞍 福禄平安 和善 和善 和和美美 跟着我 开善 开之散业 心腹快安 福禄平安 天搭雀巧 人间奇巧 良缘宿地 家偶天成 兰灾驱吉 吉祥直指 一撒联礼永结 二撒花开病地 三撒四撒4撒平安 四撒月圆人缘 五撒早生贵子 子 新郎新娘到 一拜天地 天地为界 喜结良缘 拜 二拜高堂 两性永好 子孙满堂 拜 三拜 夫妻对拜 听君说 琴瑟和鸣 携手百年 拜 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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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教师 顾教师 你有完没完呀 切身来接郎君回家 安心读书 考取功名 你说什么 安心读书 考取功名 你没毛病吧 安心读书 郎君若是从今日开始用功 或许能赶上 今年八月的秋围相识 六一如 我们家是江南首富 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光是放贷收租 我这辈子也都折不成 那要是没有一辈子呢 你这什么意思 顾教师 我曾经也是千娇万宠的敌人 有时我也以为 我父亲和母亲 被恩爱和母一辈子 谁是我五岁女儿 月姨娘入府 从此以后 我和母亲 就成了全扬州的笑话 今日你顾家 在扬州能够呼风唤雨 可若有一日 时局变了 靠山倒 可若真有这么疑人 若真有这么疑人 那也是命 彭叔一笔眼就如过了 但让我口气功能 我真不是这块脑 但是叶世安中了戒员 可叶世安中戒员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原本时候嫁给叶世安的 你知道我为了嫁进叶家 做了多少努力吗 我背完了叶家所有的家规族序 努力学着自己不喜欢的琴棋书画 你不认识 整整六年 我不敢说错一句 不敢走错一步 我几乎就要成功了 但是这一切都被你毁了 也句今生今世 非你不取 我对你一见钟情 再见清心 今生今世 非情无缺 是不是你说的 我这只是一句 一句玩笑 你的一句玩笑 就毁了我一辈子 你不知道你的一句话 叶家听了 叶家听了 毁了这门婚事 当日在场的所有人听 会觉得我跟你思想寿寿 行为不简 质疑我母亲的教养 你什么都不懂 顾九思 对不起我 道歉有用吗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经营 全被你一句玩笑毁了 顾九思 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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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听好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管你到底愿不愿意 既然你说了这句话 顾家也把我取进了门 你只要对我负责 是 既然我们已经绑到了一起 那么我柳渝书想要得到的 本该得到的 你都得给我 丁丁丁 什么都给你 好 那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要你出人头地 给我和母亲安稳幸福的一辈子 叶山能做得好 你这样做多好 叶山就在二楼 要不然你们两个就 你怎么办 老爷 去 三马 你指望叶世安救你 顾九思我告诉你 别说叶世安了 天马王 我出来了也救不了你 从今日起 你就回家去 安心读书 若是再感到这种 杂七杂八的地方 要么 我杀了你 要么我用这把刀 摸脖子死在你们家门口 别别 听懂了吗 听懂 大点声 听懂了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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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还要学习啊 你梦子 那如果我爹 是一个颠倒黑白的糊涂蛋 我也要笑什么 混账 岳父 都 都 都坐下 贤婿 让你见笑了 岳父叫你 我本不该干事了 可是我对夫人莫说是胖 连大声半句都舍不得 恳请岳父给我个面子 可以 可以 给 给 虽说是柳家家事 可我现在也想多说几句 这茂儿既在岳母名下 那便是刘家的嫡子 这是好事啊 为何要责打欲辱呢 这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小子 聪明明理 若他真是我的小舅子 那我定会为他准备一份产业 若他不是的话 那我们顾家的钱财 也不能给了外人 贤婿这话 我这人说话直啊 您见谅 说得有道理 望尔理应由大娘来抚养 老爷 坐下 一点没规矩 天悦 这是我们顾家的令牌 有了她便可随意出入顾家 王后美三人 就来和夫人汇报一下岳母的情况 听见没有 但我若是没有见到云云 那我便亲自来探访岳母 当然 岳父也不会为难一个忠心护主的丫头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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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照顾好远吧 是 夫人 时辰不早了 回家 娘 我们先回去了 嗯 别跑了 我当 天如啊 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也不说谢谢我 生日期了 是啊 我是答应你 爷爷要敬礼你爹 爸爸实在长不住 我想了爸爸 看不惯他气魂那样 我也知道拿钱押人是不好的 他就吃了一套啊 这就是你爹 这要是我定的 下来 下来就好 其实 我爹对我和母亲 一点都不好 你先把人看住 我本想着 遮掩过去 装作天下太平 让母亲放心 也给她争个脸面 谁能想到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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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湖 下来 呢 下来